對,昨天韋紀力去了京都那邊跑 他就拿到一雅一個月的成績 應該是昨晚你趕回這裡跑的,韋紀力 他在日本是很受歡迎的 是啊 看看他掉了墨爾本杯之後 可不可以撿回日本杯 這場一定是全力以赴 他今年挺可憐 因為很難得同一年贏到 巧菲爾德杯國士盾 而在墨爾本杯叫鼓 是很高的 好,那麼… 支集員已經舉了旗 馬匹就入閘了 相信很快就會入閘了 日本東京的馬場很有氣氛 全場的觀眾 那些氣氛真的很厲害 所以這件事對作客的馬 真的未必習慣 很記得友誼至上去跑安田紀念 遇到這些環境會嚇一嚇 其實會嚇一嚇 好,我們看到馬匹果然就開始入閘了 那單山夢 這批海船和大賽冠軍先入閘了 另外西利寧,我們也看到開始入閘了 好,沒錯 再跟著特許任務 這批美國的代表也搞定了 再跟著玫瑰低國入閘了 然後重炮大王,海船巴雷都在走過去 然後功夫巨星,網絡電郵 他們進閘得很快 再跟著看看是否賣向輝煌 好,比薩勝驅,邁向輝煌和重炮大王 幾匹都一起入閘了 然後迷人警治 迷人警治上一屆跑第二 不是,跑贏了 本來可惜被人告掉了 被玫瑰低國告掉了 好,再跟著西利提也搞定了 然後就東迎佐敦 入閘轉眼,入閘了 應該東迎佐敦是十六檔的吧 應該是最後入閘了 好,2011年度的日本盃 等待東迎佐敦 沒錯,十六檔合閘 2011年的日本盃準備展開國中 一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點的,看看是否單山夢 不是,是十一檔的特許任務 前面快點的,還有此創先鋒 然後就邁向輝煌 我倒進來東迎佐敦,放在前面跑 然後迷人警治,玫瑰帝國 重炮大王,再跟著榮進閃耀 後些位置是西利提在外檔 再跟著馬,才是單山夢 留在比較後的位置跑 再跟著內檔的網絡電郵 外檔有飛毛區,以及海船巴雷 後少少的馬就西利寧 暫時在尾那一匹 就少少脫了,是比薩勝區 好,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看來都是特許任務 帶出了兩個多馬位 守住第二位,東迎佐敦就上到來 然後縮到第三位,三、四個馬位 我們才看到此創先鋒 後一搭的馬,先看看 此創先鋒在三個馬位 再兩個馬位的馬 看看這隻賣向輝煌 再跟著才有重炮大王 埋藍位置的,還有這隻 迷人景致,拍著玫瑰帝國 飛毛區又上了一點 後些位置是西利提,這次放不出 再跟著才有網絡電郵 中間夾著還有榮進閃耀 再跟著單山夢在大約五個位置 拍著內檔的西利寧 尾三是功夫巨星,尾三是海船巴雷 暫時電透還是比薩勝區 頭痛尾的馬,距離十五個馬位都有 大約跑了半路程,這時候前面帶頭 還是特許任務 帶出了兩個馬位不夠 守著第二位就東迎佐敦 然後第三位的上來就是此創先鋒 我當海船巴雷來,這次不留得這麼厚 中間的還有重炮大王 接著的馬才有飛毛區 迷人景致玫瑰帝國的西利提 然後由單山夢和榮進閃耀都開始推進 接著才有西利寧那些馬 在曬尾,暫時還是比薩勝區的馬比較厚 差不多進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海船巴雷上到來,此輕綁 黏住了特許任務 後面東迎佐敦也開始騎 然後單山夢扔出外擋也找到位 內擋上來的馬是玫瑰帝國 還有迷人景致 接著內蘭上來的馬,還有始創先鋒 最後三把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率先突圍的就是東迎佐敦和海船巴雷 在中間上來,還有始創先鋒 大約放單山夢的馬上來 最後百多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東迎佐敦也突圍了一點 迷人景致這兩步就越奇越厲害了 後面上來的馬 還有外面單山夢 前面迷人景致越過東迎佐敦 很有希望贏這場有一次 過了時候,結果迷人景致真正贏 日本盃的第二名是東迎佐敦 迷人景致上街就比人高了 今屆看來就沒有阻止人了 應該很大機會贏得這場的日本盃 第二名是東迎佐敦 結果迷人景致 第三名,看看是否這個始創先鋒 還能捱得到 岩田康成 結果日本的主堆代表馬 成功保住日本盃 因為第二名也是東迎佐敦 看看最後階段 雖然這個迷人景致有點內閃 不過應該是修正的 我們看看第三名的馬 始創先鋒在內蕩 中間上來的網絡電郵 看看哪一匹是刺得到第三 似乎始創先鋒和莫電郵拍照而已 第一名應該是迷人景致 第二名是東迎佐敦 第三名是網絡電郵 第四名才是始創先鋒 是死創主 沒錯,在2號的迷人景致 勝出了些賽事 日本盃 全部盃盃 也確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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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是東迎佐敦 第三名,是網絡電郵 第四名才是5號的始創先鋒 那麽單山夢 就跑第六 那第五名還是海泉巴蕾 這次的飛毛區比較失望,防得比較厚 好,結果岩田康城的迷人景致 今年… 正正式式贏回來了 亦是最先過終點 看看有沒有碰到東營左燈 應該是沒有的,看他也修正了 其實這隻馬,他衝上來的那段很厲害 不過,走規似乎到現在還沒有很十足 可以很直線地控制到這隻馬 如果在香港就一定沒有問題 日本不知道,真的 因為最後那兩步是要修正的 但東營左燈的位置已經發揮了很好的 單山夢似乎比預期留得更厚 轉彎轉得蝕底一點 對,在外面沒什麼好處 在外面蝕得比較多 在外面 其實他在海船巴雷 這隻就發力太早了 一進彎就發力了 對,600米直路很難 直路太長了 進彎已經放在前面 如果我看他這場賽事 譬如他慢慢跟上六、七位 進到直路才騎起來 很可能效果就會好一點 當然未必贏得,也不一定贏得到 他可能想著未必叫人跑 就想偷你雞 但東京競馬場挺難偷 始終是直路長 但他還是跑第五 這匹馬其實值得全技 以後的賽事 因為今年的日本出到三冠馬王 這兩匹馬的級數很接近 結果迷人警治 堂堂正正贏了 岩田康成暫時 在日本的騎士龍虎榜 在中央賽馬會的騎士龍虎榜 他仍然在帶頭 我相信今年如果他這場賽事沒有問題 他真的贏了日本盃 氣勢會更加強 因為日本的馬桂 他完賣12月就完結了 為ANT 了解 就是 敵實 坦實 決所有